第28題乘上體 四次實驗在停止計時的瞬間 遮蓋實質記號的流生成物產量 分別為M1、M2、M3、M4 則四者之間的大小關係為何 這是老師上課提示過的重點 在這個實驗裡面 我們的產生的流的沉澱量是定值 都是剛好能夠遮住實質 所以它的沉澱量是都一樣的 為所謂的控制邊因 所以第28題問我們說 M1、M2、M3、M4 四者的大小關係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B M1等於M2等於M3等於M4